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病毒是通过飞沫 接触甚至气溶胶进行传播 但它到底是如何大规模爆发的呢 1月20日广东省通报了首例新型肺炎的输入性案例 这位患者为男性 66岁深圳人 12月29日赴武汉探亲 1月3日出现乏力发热现象 1月4日回深圳就诊 后确诊为新型肺炎 随后4天之内 全国湖北省以外的病例从0增长到174例 这174例中除9例信息获取不到外 其余均有武汉旅行室 居住室或是输入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即全部为一代和二代病例 1月23日武汉封城 大量潜在的患病人群被限制在了武汉区域内 然而其他省份的输入性病例 是如何在各地扩散的呢 以天津的同事传播案例来说 一位39岁的崔姓男士和一位57岁的杨姓男士 均在铁路部门工作 两人在疫情期间曾去武汉出差 回京后成为了输入性病例 先后传染了8位同在铁路工作的同事 紧接着这8位同事又分别传染了他们的家属 所以这条传播链条共17人患病 由一代病例2名 二代病例8名 三代病例7名组成 比起工作场景传播 家庭内部传播的情形则更为普遍 这是一组黑龙江家庭聚集案例 72岁的张姓女性 1月8日至1月14日去泰国旅游 往返时京庭武汉 14日张女士返回家中 17日在饭店参加家庭聚餐 餐桌上有张某丈夫 两位女儿大女婿张某妹妹 随后张某18日出现症状 餐桌其余5人全部确诊 2月5日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除了家庭聚集传播 社会活动也会使病毒扩散 而社会活动往往会使病毒从输入性病例 向弱社会关系的他人传播 例如一位宁波的胡姓女士 没有任何湖北的旅居室 但是1月17日晚 参加了一位美容养生会所老板组织的聚餐 聚餐中有武汉的疑似输入性病例参与 1月19日上午10点 胡女士乘坐大巴车往返宁波市一寺院 参加祈福活动 当天显示出新冠肺炎的症状 未及时就诊 随后其丈夫和女儿在1月22日发病 26日27日 吴某一家被确诊 而她曾经同车参加祈福活动的人员中 有14人先后被确诊 另外有一位56岁的男性 在2月4日被确诊 但是他也没有任何湖北的旅居室 从未接触过野生动物 与所有确诊患者都不认识 但后来公安部门 调查了该患者的行动轨迹 发现1月23日早7点47分 该患者与一位路人女性 在同一摊位有过短暂接触 两人均没有戴口罩 这位女性就从参加过 1月19日的祈福活动 由此我们可见 病毒的传播是随着工作关系 家庭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路径传播的 呈现明显的聚集性特征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将患病人群 和有感染风险的人 划分为四类 A. 一代病例 即由武汉或湖北旅居室 直接被疫区病毒感染 B. 二代病例 是一代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很可能是家人 同事 邻居 C. 隐藏的二代病例 是一代病例的随机接触者 与一代病例是陌生人 在各种场合中偶然接触 D. 有理论感染风险 但尚未被感染的人群 截至2月9日 新冠病毒患病人群 共40171名 目前国家对于 此次疫情的防护 加上医护人员的努力 A. 类人群 基本都在接受确诊与救治 同时防疫部门 正在密切追踪和排查 与A. 有密切接触的B. 类人群 而作为绝大多数的D. 类人群 最理想的做法 就是减少社会场景的参与 避免自己成为C. 类人群 让所有的C. 类人群 度过病毒潜伏期 全部浮出水面 尽快接受救治 实际上 对所有患病的人来说 病毒对于身体的损伤是一方面 当病人看到 曾经与自己正常参与社会活动的同事 家人 朋友 甚至陌生人 都被感染 这份对于患者心理的挑战 同样值得大家的关注 我们未能分上在一线 也无法分担患者与家属的病痛 但我们仍然可以尽到我们的责任 履行公民防疫之责 避免成为下一个感染者 接下来 WE会继续关注新冠疫情 和大家一起思考 来 怎么了 拿点东西给你们 我人肉背过来的 口罩 从土耳其背过来的 感谢你了 你贵心啊 对 中国人 贵心 谢谢 谢谢你 我有一个学生 他昨天晚上给我一个信息 他说他的家 他在那个 他听到街道上 那个 老百姓唱起国歌 很感动 所以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这个 镜头上来了 很多东西都能解决 大家全国帮忙 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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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 你能够过来的 你能够过来的 我真的想要